大家好,我是安哥,今天继续来关注雨滩的消息 那句大马雨种秘书拿督吴志强表示 吴景威正通过槟城雨种联系大马雨种 以获得第二次代表国家的机会 不过,现阶段的雨种对这件事情有所保留 相信是因为当时他不获得代表国家参加苏迪曼杯时 在社交媒体宣布退出国家队 而吴景威的上市也是一大原因 然而,就在昨晚在吴景威频道发布的影片中 他提到,他希望以自由人的身份继续征战雨滩 而他也说明,他是被大马雨种邀请回归 而并非如雨种所说的,他自己要求回归 而他也在影片中感谢国家对给予的机会 但是自己的状态和健康还会达到最理想的水平 因此会继续观察 之后,以自由人的身份回归雨滩 那不太确定他们之间的沟通是否出现了什么误会 毕竟两方所说的话都有点矛盾 但是不管怎样 如果他最终愿意以自由人的身份回归雨滩 那我们也衷心祝福他,能够在雨滩打出一片天 相信如果他要回归 在获得赞助方面应该没有任何问题 只是先阶段,还是要注重身体健康多一点 那大家对这件事情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留言讨论看看 而就在前几天 突然爆出了离子家 因为获得400万令吉而有意离开国家对 成为自由人 对此,黄中汉很快就站出来表示 这些传闻不时都会发生 所以不必太过在意 而大马雨种也很快就发布文告宣布说 这只是遥远 那离子家对这个传闻也是毫不知情 他现在只有专注在2024年的巴黎奥运之格 这个传闻其实真的有一点可笑 以离子家现在在国家队的地位 他所获得的资源、机会都是一等一的 他根本没有离开的必要 虽然有400万令吉的奖金 但是相比起成为一名自由人 离子家在国家队更能够专心的打球 而雨种也不大可能同意离子家的离队 毕竟现在他是大马男单的最高代表 如果他走了 肯定是撕破脸皮的 而且大马也会顿时失去一名世界级的男单 所以这些谣言还真的是看看就好 而李中文也表示 如果球员想要在职业生涯取得更大的成就 比如在国家队其实才是最好的选择 他相信最好的教练和设施都在雨种 而从长远来看 只要打出了成绩 要获得更好的未来 及更多的金钱 绝对不是问题 而大马雨种也在12月31日突然宣布 国语女双主教练陈崇明 在12月29日递交辞呈 而雨种也在经过生思熟虑之后 接受了他的离职申请 而陈崇明是在2020年7月上任该职位 再位18个月 而在他的带领下 陈康乐及迪娜组合在一年内 一路从世界排名52上升到了世界第16 并在这期间收获了瑞士公开赛冠军 此外 周美军与李明燕组合也在他的带领下 世界排名上升到了第10的位置 而陈崇明也表示 在他离开之后 他决定投入到新的领域发展 早在前几年 他就已经开设了自己的俱乐部 自己并不会离开羽毛球 他还是会继续培养更多优秀的秒子 他非常感谢这段在国家队执教的日子 他与其他教练一起建立了一个培训计划的新标准 并利用了科学及技战术的结合 他未能够在短短18个月内就收获巨大的效果 感到非常满意 我们谢谢陈崇明教练的付出 只能说他在位期间 真的是帮助我们的女双提高不少 祝福他在接下来的事业 能够更上一层龙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安塞隆的补习班 他在经过一段时间的休养之后 安塞隆与他的陪练又回到迪拜 开始了他们新一年的训练了 而安塞隆也在Instagram上分享了一张照片 并向现任世锦赛冠军洛建又喊话 罗建又我们等你回来 而罗建又马上就回复 等等我 我很快就会回来了 相信这个训练营的效果一定是不错的 所以大家都才愿意回归 而据传 有多位羽毛球选手申请 希望能够加入到这个训练营 相信是因为他们希望能够取得类似 罗建又的成功 就现在看来 安塞隆的这套训练模式还是有他的成效的 但是罗建又的成功 也并非可以一朝一夕就复制得来的 长年累夜的训练 加上自身的悟性也是非常重要的 然而 我们也不能否认 如果能够长期而高水平的选手训练 肯定是对选手的成长有帮助的 想象看 如果你每天都跟安塞隆对打 想不进步都难 大家都常说 如果李中为当年去到中国队 就一定是世界冠军了 就是因为当时的中国队 先会有林丹 陈金 包村来击成龙等人 目前来看 大马男装要做到强强 对碰还是可行的 其他项部方面 只能期望大家的水平都能够快速追上来 这样我们就能够拥有更多世界级的球员 达到更好的训练效果 大家对这种训练模式有什么看法吗 也欢迎留言讨论看看 这一期的影片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的收看 我们下期见 拜拜